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课是6月25号星期五第四节的活化课程 我们要上的内容还是雷雕 那在上一节课呢 已经让你们自由设计完 也操作过PhotoT了 这一节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 在SNAEMAKER上要怎么操作 一样是由文琪老师操作所拍摄的影片 一样在最后面也有彩蛋哦 请你们欣赏影片 来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要 做的是第二个图片 好那我们今天要做图片一样是自由创作 好那自由创作的顺序还是一样 你要先利用PhotoP版的图形先去做美化 那美化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进行第二个步骤 就是上来SNAEMAKER 好去做修整 然后再去雷雕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有同步去连线雷雕机 那等下雕刻的时候 我们会再把画面转到那边 好那现在呢 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图案抓进来 一样跟前面的步骤一样 一样选择雷雕机 好那样把图片抓进来 那我们今天一样用的是圆形的图片 那所以我们的直径是60mm 所以我们左右两边都是各抓30mm 好那我调整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调整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们的话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线条为主 所以我们要用黑白 那深色我们就抓深一点 这样会比较深 好那你发现中间的这个 花瓣的纹路是看得到的 好我们就用这样子 260mm 黑白260mm 这个部分去做 好没问题之后 我们按下面的这个处理 我们就跳过来处理这边了 那记得这边要按一下图片 然后再过来这边按 Create Toolpath 好记得按了图片才可以 这边才可以变成蓝色 你才可以按下去 好那这边的话 一样我们的密度调整是8 我们用8的状态下去刻 密度8下去刻 记得要按下保存 好这边OK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生成 区代码 然后再将区代码 加载到工作区 好它就过来了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图形 好像抓的有点小 好没关系 那一样我们有做连接了 这边请你按一下连接 好 DM5 然后这边连接我们的雷雕机 记得要按选择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连到雷雕机了 好那我们先把功率打开 OK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把镜头 传给雷雕机 好雷雕机这边我先做分享 萤幕画面 好我们打开 OK 相机的部分 其实不用打开录影 就是有对着就可以了 先确认一下 OK有对着了 这样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所以先把我们的素材放上去 好那我们刚刚机台有消过毒了 所以手也消毒过了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素材放上去 我们今天一样用饼干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同步来做 好 好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要先打开我们的 好 那你会发现我们的原点 并没有在中间 所以我们要先设置工作原点 好那我们上次有说的 我们也可以在上面操作 我们可以在上面操作 我们也可以利用旁边的小萤幕去操作 好 我们可以利用旁边的小萤幕来操作 为什么又消失 好我们要把它调整到素材的中间的点 好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那这光点的话应该还可以再小一点 好 大概0.5mm 好像发现往下 它光点器就变大了 好 应该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好 调整完之后呢 先过来关你的雷射光 好 先打开雷射光 先抓好原点之后先设置工作原点 好这边先设置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跑边框 看一下你的图案是不是有超过 好 没有超过你的图形 所以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好所以接下来步骤先关掉雷射光 然后把你的功率调到100 记得这边按一下箭头 确认 还有收到 你要把雷射光调到100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这个动作是连续的 把功率 把这雷射光打开之后就要按执行 按执行就是让它去跑了 OK 好 好 先确认一下画面上是不是都有对到 好的 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边就让它 开了射光 然后再下去跑 再弄事情 来 好 有人 感谢观看 同步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明显 好那部分已经跳掉了 我们先做一个暂停哦 因为那部分画面已经跳掉 好稍等一下 再把那个画面抓回来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我们用的密度是8的关系 然后这边总共有三朵花 那花的部分我们在黑白上 调整的数值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可能刻起来 会比较精致一点 所以在这个画面上你可以同步看到 这边雕刻的部分 那还有这边 雷雕机在跑的部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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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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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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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